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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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有些同志担心社保费率降低以后养老保险的发放问题 在这里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有能力保证养老保险的及时足额发放 而且政府不公布报告 这次还明确了 今年还要适度的提高养老待遇 这个我想呢 介绍三个情况 供大家的比较判断 第一个叫做当期收大余支 降费率以后 我们测算 我们当期的收支 总体上还能够保证收大余支 这是一 第二呢 叫累计有结余 按照最新统计的数据 我们企业养老保险金 这些年滚存已经达到4.78万亿 就是有比较强的支付保障能力 第三 叫做战略有储备 全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有2万多亿 而且还会不断地再增加 通过划剥国有资产 综合这三点呢 再加上我们采取其他一些配套的措施 我们能够保证养老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 请大家放心 谢谢